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林宫处立在南京中山风景区的小红山上 是一座黄墙绿瓦的宫殿式别墅 它的正式名称是国民政府主席官邸旧职 当年蒋介石和宋美林经常在这里休息度假 所以人们称它为美林宫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来历 1927年 因被伐声明确起的蒋介石 历经周折 瑜伽式显赫的宋美林联姻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 豪门贵女宋美林离开了上海舒适的洋房 与蒋介石住在南京黄埔路上的官邸契卢中 但契卢更像个军事基地并不适合生活 于是在宋美林的提议下 他们选择了这块宝地修建官邸 蒋介石的随从秘书汪日章曾在回忆录里写道 作为一名家庭主妇 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小家庭安排宽敞舒适 宋美林也不例外 他更想有一个永久的像样的公馆 1931年美林宫破土动工 而那时候正是日本清华的开端 整座建筑因为过于富丽堂皇 经费大大超支 一度被叫停 直到四年后 历经波折才完工 实际是花费了36万营养的巨款 如今的美林宫已经开放成为南京有名的旅游景点 30元门票就可以进去参观 游人如知啊 在大门口的右侧停放着一辆气派的美式别克轿车 这是蒋介石和宋美林的专车 它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 赠送给蒋介石夫人宋美林的礼物 当然了 眼前这辆车并不是原物 原物当年已经运往台湾了 这个是一个复制品 下面我们就进去瞧一瞧 看看它的内部到底有多奢华 别墅地下一层地上三层 我们按照景区的参观路线足以来看一下 一层这儿有个应接室啊 相当于是警卫室 这应接室里面装了很多暗门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这儿是地下室 地下室里面多是下属和仆人工作生活的区域 看看当年的公共卫生间啊 瓷砖地砖还有洗手盆 那都是当年罕见的 这个是示威修室 这里是秘书的卧室 空间有点狭小啊 与秘书卧室相通的秘书办公室 却是格外的宽敞 这里是溥义 也就是用人的卧室 地下室朗道上是宋美林画展 大家都知道宋美林女士呢 气质高雅 有兴趣广泛 多才多艺 她不仅钢琴弹得好 在画画上也颇有造诣 并且曾经师从绘画名家张大前 在宋美林的很多画作上 都能看到蒋介石的题字 夫妻二人一画一字 珠连闭合 别有情趣 地下室的另一面设有洗衣间 这木桶木盆椅子凳子都是老式的 气炉间 她承担着整座建筑的供暖任务 气炉以煤为燃料 所以旁边还有个煤间 对放着黑煤 这里是厨房 老蒋家的厨房很特别 中西合璧 既有中式的灶台 又有西式的炉具餐具 墙根处甚至还摆着几坛成年老酒 而旁边的配餐间也是如此 土洋结合 这是因为蒋介石是中国味 喜欢吃传统的中餐 而宋美林九岁起就去美国留学了 餐饮习惯有点偏西洋化 下面来看二三层楼 二三层是蒋送的主要活动区 眼前这个巨无霸的宴会厅 完全是西洋式的风格 整面墙都是落地长窗欧式围脉 摆放的是西式长桌餐具 使用的是西式的礼仪 这个宴会厅就算放在今天 那也是金碧辉煌豪华气派 如今靠窗位置设置了一个咖啡吧 让游客体验下成为宋女士坐上宾 是什么感受 这个大厅有多高级 通过地板下的小心机也可馈见一般 整个大厅的采暖采用的是 地面嵌入式暖气装置 就算是在寒冬腊月 整个大厅的温度也能保持恒温24度 大厅侧墙上挂着一幅宋女士的巨幅肖像 她1898年出生于上海 1907年起的十年里在美国求学 24岁的时候与蒋介石 第一次在宴会上相识 29岁与老蒋玩婚 通过大厅可以到秃字形的官凤台 官凤台地面所铺是进口的花瓷砖 四周围是珍贵的汉白玉雕缝栏杆 蒋氏夫妇经常在此与宾客们清歌漫舞 云宴会厅相连的是女客厅 这是宋美玲接待贵宾的地方 西式装饰 靠窗还放了一架摩德利钢琴 钢琴是宋美玲擅长的乐器之一 宋美玲不仅出声豪门 更因为高雅的气质备受瞩目 被当时媒体评为全球最美女性之一 并且曾经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杂志 通过女客厅是蒋介石的会客厅 相对比较隐蔽一些 墙面上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和他所提的天下围攻四个字 里面的装饰大体也是欧式的 一面墙壁上还安装了一个西式壁炉 再来看三楼蒋宋夫妇的卧室 这间是主卧 床头上挂的是两人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1日 蒋宋在上海举行婚礼 一段见证中国近半个世纪 风云变幻的婚姻由此开始 婚礼当天陶醉在鲜花美酒中的蒋介石 看着身披婚纱的宋美玲 姗姗而出 忍不住由衷感叹 平生未有之爱情 与此一时间并现 不知于生智何处疑 此时她一定不曾想起 凤化膝口 为她默默付出一身的发漆 毛腹眉 也不曾想起 被她打发到美国的 沉浸致爱 沉洁如 在主卧旁边 还有一个宋美玲专用卧室 两人的作息习惯 存在很大的差别 蒋介石喜欢早睡早起 每天十点就睡下了 宋美玲则刚好相反 晚上一点睡 早上十点起 分两个卧室 两人便互不影响了 内部成色在当年来说 可谓极尽奢华了 这套沙发 怕是宋女士用来接待 极亲密的朋友的吧 连着宋美玲卧室的是 她专用的换洗化妆室 可千万别小瞧这些瓷砖 浴缸 洗手盆 这在当年都是不远万里 从英国运进来的 普通老百姓 连见都没有见到过 宋女士爱美 据说每天沐浴的时候 会躺在这把躺椅上 让佣人用牛奶按摩全身 正因为她养尊处优 保养德法 所以才活到了106岁的高龄 这是三楼老蒋的书房 1946年国民政府 环都南京后 蒋宋就经常在 美玲宫下榻休息 这书房是老蒋办公的地方 三楼还有一个重要的场所 那就是基督凯歌堂 宋美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当初老蒋迎娶宋美玲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老蒋信奉基督教 每逢星期日上午 蒋氏夫妇会同政府高级官员 一起做礼拜 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 马歇尔夫妇也呈到这里做礼拜 蒋氏夫妇专用餐厅 则是在这个月成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 和爱人一起吃一顿足光晚餐 想必是十分浪漫的 这就是美玲宫 曾经的权力和斗争 浮华和荣耀 早已随风而逝 而她曾经的女主人宋美玲 于2003年初秋的一天 也走完了她106年的人生之路 在纽约理事 不知道在她离开大陆的 54年的日日夜夜里 是否曾经想起过 在这里的点点滴滴呢 是谁才能够 遍权力和斗争 如果有点阻礼 可以吃了